国平备战府三四平赛 日本球队发布宣传篇 右上角却放着打败国平球队的字样 如今的刘国良跟肖战更是不忍了 要拿出两大提升跟调整 以便更好的去临风日本选手 到底能否做到 我们从两个看点一起聊一聊 第一个看点 国平正在备战府三四平赛的团体大赛 两个 2月16号的这场关键大赛 日本乒乓球队发布的宣传篇 却引起大家的热议 说到日本乒乓球队 大家都知道 日乒球队一直都是国平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们不可否认 自从加入了日本队的张本志和跟张本美和 现在不仅成为了日本乒乓球队排名前二位的主力选手 并且更是成为我们国平最大的竞争对手 两个 在我们国平近期备战府三四平赛的过程当中 日本乒乓球队居然发布了一个宣传篇 这个宣传篇让人议论纷纷 在日乒乓的宣传篇右上角放着打倒国平队伍的字样 说明了日本乒乓球队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打败国平的球队 没想到日本乒乓球队居然放出这样的一个字样 在赛一场当中做得很不尊重我们国平的队员 毕竟国平的队员无论怎么去集训也好 无论怎么去做好准备也好 并不会说放出这样的字样 然而日本乒乓球队则是相对比较骄傲 包括了日乒的教练组以及日本乒乓球队的队员 其实在赛一场当中一直以来都是以击败国平为主要目标的 在他们看来能够击败国平的队伍就能够锁定最终的冠军 如果赢不了那就丢掉冠军 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们国平队伍自己足够强大 说明我们有充足的实力压倒对手 这样才会被日本乒乓球队以击败国平作为目标 如果国平队伍的实力不够强大 那么其实呢对方也不会放这样的一个字样了 但不管怎么说 日本乒乓球队呢既扬他们明确的喊话 再次放狠话要击败我们国平 我们就要拿出十分的实力 拿出真正的本领去银扫他们 包括了国平队伍在此前的多位大门关选手都做得很棒 过去邓亚平张宜宁等人 曾经凌封了日本乒乓球队的队员打出11比0 把日本乒乓球队的福源爱等选手都打哭了 现在 隋云沙更是11比0击败场本美和 把日平的选手呢再一次打哭 所以我们国平队伍呢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 在赛场当中呢用一场大胜用凌封对手的仗技 狠狠的回应日本乒乓球队 让他们在辅商视频赛的宣传片上面 再赶放击败国平这样的一个字样 让我们国平队伍呢 很合的给他们教训一下 做出回应 相信国平一定能够击败对手 第二个看点 国平的刘国良跟肖壮教练呢 更是明确的发话 并且做出了回应 要做出两方面的提示 以便更好的去击败对手 提到国平队伍的刘国良跟肖壮呢 其实每次看到日本乒乓球队说想要击败我们国平队伍 我们都会拿出明确的态度做出回应的 为什么国平队伍面对日本韩国等多支球队 实力上以及整个人的气势上都会得到提升呢 很简单 因为国平的刘国良跟肖壮早已下达了命令 每次面对日本乒乓球队呢 必须打醒十二分精神 拿出百分百的实力 能够去凌封对手 能够去打对手十一比零 就绝对不能选择放手 绝对不能选择放水 而要拿出真正的实力 去很少对手 所以说呢 随着刘国良肖壮理损等教练纷纷发话之后 相信国平的孙银沙、王曼玉、陈梦 以及包括了囊队的王楚清、马龙、房正东等多位选手 面对日本乒乓球队 面对着德国、欧洲等各大战队 一定都会拿出自己的真正本事 很少对手 并且尽端时间的刘国良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也让人点赞 首先刘国良呢 是提前展开了集训 毕竟 国平队伍要去备赞2月16号的团体大赛 眼看这场比赛仅有两个星期就来了 所以国平尽早的展开集训 并且展开了严格的训练 这就是为了能够打醒12分精神 为了能够让队员呢 从技术上、从状态上尽快进入状态 以便更好的在接下来的大赛当中拿到比赛的金牌踊越 第二大提升 国平的肖战跟刘国良 在赛场当中跟对方打到难分难解 回应日本乒乓球队 面对日平队伍放出来的狠话 刘国良更是下达了命令 希望国平队伍要全力以赴 完全的击败日本乒乓球队 要打扶他们 让他们心服口服 锁定我们国平最终比赛的冠军荣誉 对此大家认可国平队伍吗 对日本乒乓球队的宣传篇 大家有什么享受 讨论你的看法也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